打完胸口,打背脊 普京現在非常害怕,背脊尺尺筒 我想大家都應該知道這則新聞 就是拜登跟習近平談電話 這個時候談電話盲 都看到是跟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衍生出來的問題有關 之前說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已經缺水缺糧,缺軍火,經濟又不行 就想找這個契弟幫拖 現在很明顯拜登見習近平警告的意味 真的跟你談任何其他一切 因為可以這樣說 我想拜登會跟你習近平說 就說你契哥這麼兇啊 都被我弄成這樣 你幫拖你就坎坷了 講回他契哥那一陣,即是普京 普京想著入侵烏克蘭,即是打烏克蘭 就是想跟拜登談電話的 不是想跟扎連司機談電話的 誰知道拜登也不理他 甚至來說,我想大家也知識到,普京都意識到 如果你跟北約談是沒有用的 你跟美帝談是有用的 如果美帝如果拜登答了普京 基本上北約來說呢 我想都是按照跟的 但現在這個拜登就不跟你普京談的 即是等於普京的那個 如意算盤就打爛了 即是他的佈局就等於玩完了 看回第二件事來講 第二件新聞 當然是跟普京有關 你看到這個 就是八俄羅斯總統 盧卡申科 盧卡申科 盧卡申科見日本傳媒 就說什麼呢 就說這個 盧卡申科就說 他就說普京呢 向澤連斯基提供了一個可以接受的和平選項和 否則呢 他就將不得不簽投降輸 盧卡申科也接受日本電視台訪問 他就說他呢 即是他這個 他相信 他在不久的將來呢 這個衝突 即是俄羅斯的行動 將在這個和平中結束 就說他呢 是第一次告訴你 告訴你主要的事項 就說俄羅斯呢 正在向烏克蘭 即是普京提供 提供 扎連斯基 即是一個叫做協議 即是可以接受的版本 是普京給這份協議書 給這個扎連斯基 這份協議書裡面 這份就不是協議書啦 這份就叫做 亡國的投降書來的啦 看另一層呢 就說回這個扎連斯基 那扎連斯基 如果真的滿意這份協議書呢 你看扎連斯基 見這個美國國會議員 他講過什麼 最主要嘛 照這個美國呢 進去啊 烏克蘭上面 做這個叫禁飛區 如果這個協議書真的這麼滿意的 為什麼這一刻 為什麼阿扎連斯基 仍然要求 美帝 軍門 禁飛區 這樣呢 就知道 這個協議書來講 只是單方面的 即是你經常都說 白俄羅斯 甚至俄羅斯 甚至中共傳媒 經常都說 你說這個協議書 就很快 就很快 就很快達成的 那當然不是啦 就等於 阿扎連斯基 提了六項要求的嘛 這六項要求什麼 就是要求你俄軍 停火 切軍 最主要的一件事 就是 喂 要 即是說 烏克蘭的領土完整啊 領土完整的 講得明白 即不是你那份協議書 講得明白什麼 你那份 俄羅斯的協議書 就說 喂 你要 叫烏克蘭承認 克里米亞 烏東地方 就不屬於烏克蘭的 這件事已經沒得商量了 第二 即是說 其實他講中立來講 如果只講中立 不提之前的東西 我覺得都可以接受的 但你再提之前的領土問題 我想烏克蘭不能接受 不特止 另外還有一點 他叫你中立不特止 你還要你 喂 不要有攻擊性的武器 不可以接受西方的武器 那就是等於什麼 不就是任你打 即是沒有了 靈魂都沒有買 可以這樣說 如果這個 扎林司機要求美國 真的在烏克蘭做這個禁飛區 整個戰局 真的不同了 說回另一件事 這裡 看這張圖片 看到什麼 這個炮塔 插在地上 插在泥裡 這裡 我截圖的時候 他的標題是說什麼呢 他說 在這張圖片 這麼多 開罐頭的情況下 這個炮塔 飛得最遠 遠到 你能看到 拍不到車身 飛了多遠 就真的不知道 飛得很遠 那就要說回 說到這裏 即是說回 烏克蘭軍 和俄軍 即是大家的戰術部署 你看看這個烏克蘭軍 你經常看到 烏克蘭軍 將這些 譬如坦克 都不要 就丟在路邊 就給你 你俄軍說 你俄軍喜歡要不就要 首先現在你看看 這個烏克蘭軍來說 你說單兵 開罐頭 這樣做法 單兵就是等於小人 小人 不需要多人 你看到 單兵不只 他不需要 這些重型裝備 他可以拿著 這些輕便的 堅托式的 反倒 反坦克 反彈飛彈 好像 標槍 NL RPG-7 那類 你看回一件事 現在這樣做 你看到 坦克 打人一行 吵 有煙 而被人發現 而被人發現 你的行蹤 你都玩完了 你這樣走 當你坦克這樣走 但是現在 他不用多人 他在兩邊 兩邊 旁邊 擺了人 無聲無息 而你坦克 出了煙 又吵 他在這邊 射你 開罐頭 打完 然後走 剛剛 即是 不同 俄羅斯的戰法 都好像 他經常都 標榜千軍萬馬 又說 卡車幾多公里長 等於 這個戰法 太過落後了 亦都可以這樣說 你看到 哈蘭軍 除了用堅託式 反他武器 甚至 地對空 這些武器 打鵝蚊之餘 還看到 他很多時候 出動無人機 土耳其 給他那隻 無人機 你看到 這隻無人機 你看到 這些無人機 現在單兵 我經常說 單兵 小人的時代 不需要千軍萬馬 不需要多人 無人機 控制一隻無人機 看著螢幕 看著螢幕 看到你 俄奔 補給車炸 看到你 這些罐頭 就開 甚至看到無人機 連地對空飛彈 俄羅斯的地對空飛彈 都照開 都照射 就知道 再看另一個 叫做 克爾松 空飛彈 再看最新的 衛星圖片 顯示了最少 這個叫做 克爾松的空飛彈 最少 有十架 俄羅斯武裝直升機 沒有了 還有十幾二十架 卡車 補給車 因為 如果你看到 有段影片 是真的進了 克爾松機場 拍攝所有的東西 還有看見 好像有屍體 還有屍體 看到這裏 這裏 這叫做 俄軍和蛙蘭軍的打法 已經是兩個打法 你也都看到 這裏真的是戰爭 戰爭不是用實驗 是用戰爭 用這個戰爭 等於現在這個叫做 俄軍進來 就讓我們大黑眼界 看到這些反彈的武器 像標槍 那些 RPC-7 真的硬 硬 真的硬 硬硬硬 打你 我們看到的 也看到無人機 真的這樣炸 真的可以 撞到你 你看看 俄羅斯這樣消耗 他想要 烏克蘭 簽這份協議書 所以你看到 現在 俄羅斯急到 他要殺平民百姓 來給壓力 扎蓮斯基 要扎蓮斯基 簽這份 不平等的 亡國投降書 我覺得 這樣做 扎蓮斯基 如果還中回 之前的條約條文 基本上是沒得商量的 只要會繼續捏 所以你看到 現在壓力最大 就是普京 俄羅斯 個人意見 獨立思考講完